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 该死 阿队 可惜没讲 现在 该死的是你 我不过是没料到你竟然能将花间剑制练到趋之如意的境界 你真以为就你那点功力可以杀我 后天九重不愧是后天九重 竟然可以以弓对弓打灭剑技 幸亏之前偷袭了一把 蝎燕 我承认小看你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来日方程 这 这家伙是跑路了 这个蝎燕太古怪 不能跟他纠缠下去 还是逃命要件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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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血也该死 哟 我还以为你挨了我一指 屁事没有呢 看来现在问题蛮严重啊 退缺了 还能跑不哦 知道什么叫自讨苦吃了 打不过就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不行 我现在腿脚不变 只会被他用划剑剑指当活靶子的 根本逃不掉 把他打死再逃 刚才他挨了我一拳没事 但我不信他能次次都没事 又是这股反朕之力 这到底是什么怪异的功夫 没听说我能反朕的天官是什么 而且为什么防御性能强大了这么多 叶护法 反朕的滋味好受吗 你不是要杀我吗 来啊 哥就站在这儿让你打 有本事你打死我呀 谢燕 我承认你的进步非常快 快地超出我的想象 然而 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青椒冲天阵 天官阵残 青椒压顶尘 所谓反朕 不过是以伤换伤而已 那就看看到底是你先被我破防打死 还是我先被你反伤震死 看来叶护法你不光有肌肉 还是带了点脑子的呀 不过 我能自愈 你能吗 唉 也不知道大长老到底看上你哪一点 长得这么丑 最关键的是你还老 你这老不死的还有力气吗 大长老要是以后跟了你 那可真是倒了霉了呀 谢燕 你 我什么我 难道我说的有错吗 看我 多有劲啊 还是说 你是真的没劲 你说你是不是贱得慌 你之前要跑路没人拦你 结果呢 你非要来找我麻烦 我这暴脾气 今天你别想走了 叶孤村 愿有花间见识 竟有完全不讲道理的天官兽 还有来历不明的自愈功法 谢燕这次为何忽然变得如此难缠 该死 我要是一开始直接逃走就好了 摩庆宗的三位长老要维持大振 摩庆宗宗主要追查灌烛几人 没人会注意我的行踪 我干嘛要招惹这个谢燕 现在打也不是 逃也不是 不行 我下去就来不及逃了 我得速战速决 我得集中全部的功力 是死是活 全看这一群 伤 伏 军 找我 亲 亲信词 也正尖闭 肺都给拍出来了 还有力气骂我家娘子呢 盾 娘子 你没陪着三位长老而是来找我 看来你十分挂念夫君我啊 是啊 亲此我可是非常想念夫君的哟 你果然不是阎人啊 不知道宗主那边怎么样了 可别让极了关的人逃掉了呀 看战况他们都被师父堵住了 没有逃出大振 那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说不定能帮到宗主呢 等等 且慢 这叶孤村虽然昏迷了 但是万一中途醒过来逃了怎么办 傲天九重的强者 别说只剩两只手 只凭那画都能挪动呢 娘子 你要不直接拍碎他的丹田 废掉内宫 夫君你干脆削个人棍 荡红尘 你乃我师父的同辈高人 带领极乐观和我魔情宗斗了多年 我可以让你选一个死法 玉红颜 我深知你性格散漫 又至短得薄 这等风险极高 稍有不慎变满盘皆输的计谋 不是你的脑子能想出来的 你说得对 我一无翻手为云 副长为羽之智谋 也无足够威信能折服门中长老 就连恩师生前也曾说过 我不过武道天赋够高 论起治理门派的才能 不过终人之刺 但我唯有一双可识人之慧眼 如此而已 我魔情宗自有智谋绝伦之事来让我发掘培养 以弥补我之不足 师父是在说夫君你呢 评价真高 我都有些嫉妒了呢 平时带点小蠢萌的玉姐姐 关键时刻还真是有一派之宗主的气场 我一直很激动 为什么你魔情宗总能出京士之才 你明明只是后辈 武学进展却已和我相当 现在又有了智谋 更是如虎添翼 不过 魔情宗历代的京士之才 往往短命 你师父也好 昔日的温婷云也好 阳寿都不足四十 于虎添翼 你打破不了这个宿命的 我先走一步 在下面等你 如当 你虽是卧底 但也是孩童师就来到魔情宗 十多年了 我就不信你真的对极乐怪 有什么情感 你我二人近年来 虽然生疏了些 但也是自用一起习武 乃手帕之交 为何还抱着卧底的身份不放 只要你开口 难道我会不帮你吗 只要你真心悔悟 我 我会说服其余长老 少你不死 人非草木 岂不知谁对我好 红颜 你有所不知 十多年前 当红尘进行了一项风霉计划 便是挑选一些颇有天赋的少男少女 暗中以各种方法 送他们到各大宗门成为弟子 这些孩子 大多都被发现 唯有被送入魔情宗的我 成功潜伏下来 又正好遇到门牌动荡 宗主蝶位 反而趁此当上了长老 但也因此 当红尘把我视为负面魔情宗的底牌 说来说去 不过身不由己四个字 红颜 你不用原谅我 盼门之罪 岂可轻视 否则 你更难辅住 紫色的血 你服了毒药 七花五草玄冥散 救不回来的 我本来就想着魔情宗覆灭后 以死谢罪的 所以提前服下毒药 横颜 这些年来 我是故意疏远你 有时甚至站在大长老那边 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不为难 只是偶尔 会骂上你几句小贱人 看来 你以后也没有机会骂我了 以后上分 一样骂 红颜 你这嘴不对心的性子 真得改改了 聂盘旨能救吗 大概可能也许 能吧 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为了玉姐姐 他不能慌 想什么呢 走吧 不好围观师父的隐私 不 谢阎你 四长老 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 谢阎 退下 辱到没多长时间了 不要打扰他 四长老其实漏了件事没说 但凡派出卧底 定然有什么足以拿捏住卧底 不会背叛的手段 否则以四长老的心思 早已弃暗投明了 我只是不想四长老 留下什么遗憾 是谢阎呢 什么都瞒不过你 你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